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Cindy 上一次我们借了完问界的M5支架版之后 我就念念不忘 这一次就有了回响 我们这次借了全新的问界M7 那我们今天主要体验两个项目 第一个就是它的鸿蒙系统 鸿蒙座舱 再就是它的整体的驾驶感受 走上车 首先就是它的鸿蒙座舱系统 它的2.5K 14.6英寸的中共大屏里面 内置的是华为OS3.0的系统 它也是新增了多款的细屏壁纸 在细屏之后呢 屏幕上面会显示时间温度空气等等 还是比较的丰富的 再就是新增了一个超级桌面 这个超级桌面就是可以跟华为手机进行无缝衔接 比如说你在手机里面打开某个 APP对吧 然后可以直接显示投屏上去 另外呢你在手机上面导航 导航好之后呢也可以直接投上去 显得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放大版的一个iPad 再就是它整体的UI布局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耐看 而且这种功能的应用啊 点开之后也是非常的丰富 点开之后呢 它可以有一个它自己的华为的应用商城 在里面呢可以下载你自己想要的APP 当然你华为手机上面的一些APP 也可以进行无缝的衔接啊 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 再就是你可以看见呢 整个中控以及多媒体上方呢 都是没有任何实体按键的 它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这个 14.6英寸的打拼里面 然后通过智能语音小E 跟它沟通呢 其实是可以打开整车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功能 另外呢它其实把很多常规的功能 通过下来菜单栏呢 你就可以看见啊 比如后备箱加油口 测窗天窗对吧 以及整个屏幕的亮度啊 还有氛围灯调节呢 都可以通过下滑这个菜单栏呢 就可以进行操作 还是非常方便的 另外呢它的空调的控制啊 其实也是比较的直观啊 你需要在最下面一排点开中间这个风量的出风口 哎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个空调呢 其实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啊 两侧呢是可以控制分区的温度嘛 然后它的桌椅也是带有这个加热通风按摩啊 而且是前后排都有啊 可以说这个配置真的给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另外呢新M7啊 它也是配备了华为show的这个音响 它这个享受呢 并不是仅仅说啊 桌椅以及身体上的 它还有在你的听觉上面呢 带给你的极致的这种享受 华为show的点开之后呢 它有一个至真的原声 还有音乐听 影院式 它的那种环绕音啊 立体音啊 都非常非常的细腻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打开它的声音系统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啊 它有一个声浪模拟 有运动 弹色 科技 另外新M7的整个称的设计啊 我觉得豪华感科技感都显示的非常丰富 再就是它的用料呢 也是非常的高级啊 特别是这种淡色系的 看起来有简约对吧 然后再搭配这种木纹式板呢 体现它的好玩感 这就是M7啊 作为一款中大型的家用SUV啊 它的储物空间呢 也是极其的丰富啊 首先呢 就是中路台这个位置啊 它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 带制冷效果 然后这边点开之后呢 哎 两个水杯架 扶手呢 是采用这种对开门的设计 里面重声也是比较大的 另外它的中路台可以看见 下方的镂空呢 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两侧门板的储物空间也是极其的丰富 再就是它是一个五座的版本啊 所以后排的空间呢 也是非常的宽裕 来到后排呢 可以看见啊 整个的空间是非常的宽裕 特别是腿部空间 我完全躺好之后啊 可以看一下啊 我的腿部空间还有一拳多的距离 而且头部空间呢 也是非常的宽裕 再就是啊 它也是配备了可开启的全景天窗嘛 然后坐在后排的乘客呢 不会显得那么的局促 看起来也是非常通透 它这个地台是一个纯平地台 所以说啊 在一家人出行的时候 可能后排要需要坐三个人 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另外呢 它还考虑到这些 可能要有一些商务的用途啊 它这个还有副驾的老板件 可以调节副驾的座椅 特别是后排的右侧位置啊 坐起来就更加的舒服了 那么静态呢 我们已经完全体验完了 下面我们就仔细去感受一下 新M7它的动态感受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呢 是把问界的全新M7啊开起来了 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动力吧 它搭载的是华为Driver One的 增程电驱平台啊 然后搭载的是1.5T的 增程混动系统嘛 然后它也是提供两驱和四驱的版本啊 四驱的百公里加速啊 达到了4.8秒 在家用车领域 其实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啊 然后它在买油买电的状态下呢 就是综合续航是达到了1300公里啊 这个续航的表现呢 我觉得完全解决了绝大多数用户的促行焦虑感 另外它的存电呢是达到了240啊 平时上阿班代步的话 用存电也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毕竟用电比用油要更便宜一点嘛 另外上车之后最大的感受 就是它整个车的底盘调校 舒适性真的是非常强啊 因为它前后配备了FSD的可变阻力减能器 在应对像目前这种 虽然说是一个铺窗路面啊 因为它的坑挖比较多啊 路没有修好 但是在我们正常行驶的时候呢 它这个震动啊 传递到车内是非常少的啊 另外就算应对一些大的电波路面 比如说大的起伏路面或者是 大的减速带的时候呢 它的也没有过多的震动传递到车内 反正总的来说啊 它整个底盘的用心调校呢 是为了保持车内乘坐人员的舒适度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啊 文杰M7它作为一款中大型的SUV车型啊 开起来呢 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容易上手啊 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啊 因为实际开起来呢 因为它的坐姿足够的高 你的视野呢足够的开阔 而且你在打个转向灯的时候呢 它屏幕上面的画面会显示详细画面啊 所以说你完全不用担心 另外它的主背动安全也是非常的全面啊 比如说现在堵车的一个情况下呢 你如果离前车比较近的时候呢 它也会进行提示音 然后它的多媒体上面呢 也会显示画面距离前车 还有多少毫米啊 这个精确的真的是非常的准 然后后车如果开的比较猛一下 来个急刹之后呢 它也会进行一个提醒 侧方也是啊 它也是随时的提醒你不要超速啊 这些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识别嘛 这一点的优势其实在于 它搭载了华为的2.0的高级辅度驾驶啊 所以高级摄像头啊 浩米波雷达啊 对吧 这些它配的都非常全面 另外它还升级了GOD啊 就是通用障碍物检测啊 它的也是达到了2.0 它可以对于那些障碍物的识别率呢 就是探测率达到了99% 非常的夸张 另外它的支架里面包含呢 比如说LCC啊 车道保持啊 然后哨兵模式啊 走动上下乍道啊 行人礼让啊 这些它全都有配备 这些软件的加持啊 让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呢 开的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便捷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不得不提一下 就是它整个车内的MVH控制啊 是非常得当的 你像目前我们现在高速的一个路段啊 旁边都是大车 其实呢 这会儿车外的噪音啊 在车内呢 几乎听不得到 因为它也是配备了双灯夹夹玻璃 大量的升血材料的运用 主动降噪等等 所以说让车内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 精密的环境 当然前面提到这些舒适度啊 它的座椅的舒适度呢 也是非常的高啊 前排座椅呢 在座椅通膨加热和按摩全都有 而且它座椅的 坐上来之后的贴合度啊 跟整个身体的贴合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的两侧的侧翼啊 对于腰部的包裹感呢 也是非常的强 再就是它的驾驶模式啊 它的选择性也是比较的多 比如说机能 舒适 运动 个性化 个性化就是自己去定制一些嘛 然后呢 在我目前开的一个状态下 是一个舒适模式啊 在舒适模式下呢 它的一个行驶质感 比较趋劲于油车 特别当你送掉电门的时候呢 它的滑行啊 是比较线型 当然你切换到运动模式的时候呢 它的电门调校也是显得比较的激进一点啊 另外它的车辆的模式呢 也是有四种 比如说一个强制存电 因为它的存电循环是达到240嘛 所以说你如果平时不想用油的话 只想用电 在上下班代步用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完全足够的 然后它也可以设置存电优先 还有一个智能模式 智能模式在 它会自动词别 该用油呢还是该用电 当然它也可以燃油优先啊 在开启智能模式以及燃油优先模式下呢 它会给它的电池啊 进行一个反向充电 这个功能其实在你跑长途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实用 你前面那一段呢 可以先用全电去跑 跑完之后呢 再切换到燃油模式 这样的话你在一边开的过程中呢 它一边给电机充电 它的总续航呢 也是会相对应的增加 另外说一个题外话 就是这个问杰M7啊 开了这几天当中啊 路人的对于它的一个注目力呢 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说实话 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比较的 有性价比啊 二十几万到三十几万的这个售价 对吧 那么重大型SUV空间又大 对吧 内饰的用量呢 又给力 然后又搭配了鸿蒙的座舱系统 给的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还有它华为的这种支架 哎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这么一款中大型的SUV车型 这也是从侧面印证了 新M7的硬实力啊 卖得好是有原因的 它产品力足够的强 对吧 价格足够的有优势 消费者就会去买单 另外在行驶的途中啊 我觉得它的车进系统呢 就是鸿蒙坐舱 真的是非常的给力 语音交货啊对吧 然后这个导航 噢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音响的音质效果是真的绝佳 不管是这种环绕音啊 沉浸音啊 立体音啊 它都是非常的细腻啊 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歹感 OK 现在这台全新的温捷M7呢 我们已经完全体验完了 首先先说它的外观啊 开在路上有足够的吸引力 再就是呢它的鸿蒙坐舱嘛 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 相较于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这些系统嘛 我觉得它的鸿蒙系统呢 真的是要领先 再就是它的驾驶感受啊 通过前面的动态体验呢 我觉得综合方面 不管是动力也好 底盘调教也好 以及车内的舒适配置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再就是它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二十几万到三十几万这个售价呢 这个区间呢 给一台中大型的SUV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整体来看呢 问这M7啊它卖的好是有原因的 我也觉得啊 它也是一款非常值得推荐的 中大型家用SUV